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新先生 今次跟大家開箱的就是一些什麼呢? 看到有三個透明的盒子 上面也有一些白色的字條寫著什麼 寫著分別就是MW-008HX MW-0098X和LMW-010KT? 什麼來的?完全不知道要說什麼 其實原來它們三個都是一個世家玩具推出的1比6的配件 分別就是XBOX、XBOX1和一個搖控的遊戲車 首先我們逐個逐個看看 首先我們看看這個MW-008HT 什麼叫HT呢? 看到裡面就有一個黑色的遊戲機? 這個黑色的XBOX遊戲機 另外裡面就有一個手掣 手掣都做出來 另外就有三顆的電池 三顆的電池有什麼用的呢? 其實有一點是著燈的功能 另外還有一支螺絲批 螺絲批也給我們 似乎真的有些東西可以管一下 這個就是這個HARDX 我們放在一邊 另外就去到這個 這個009 這個寫著8X 看看是MW-008HT 也一樣有電池的三顆給我們 另外就是一部白色的XBOX1 因為我沒有玩XBOX的關係 所以我都不太認識它的Model 另外就是一個白色的手掣 另外也是有螺絲批的一個 那就沒有了 只剩一張字條 另外去到第三個了 第三個又是什麼呢? 剛剛有說過了 這個Carty MW-010 這個編號第十號 看看是什麼來的呢? 一打開之後 咦? 好像是一部手機 是不是最新的 蘋果手機呢? 另外上面有兩張貼紙 另外有一個Tesla銀色的車車 車車應該是否可以看下去呢? 另外有一個 有一個有一個XBOX的手掣 大手掣 另外有一個手機架給你 好了 那就沒有其他東西了 這個也只剩一張字條 好了 現在事不宜遲 立刻開出來和大家玩一下 好了 鏡頭一轉已經開箱了 首先看看左手邊的第一個 這個黑色的XBOX 這個大大個 長方條形應該叫做 這個XBOX的遊戲主機 它除了小之外 我就是覺得它是黑色一塊 有什麼特別呢? 看到左上角的XBOX字和Logo 都很精細地丟刻出來 另外就是看到 這些小小的插USB HDMI的位置全部都有 當然我們就沒有電線了 要不然就把它插進去 插進我們自己的電視機 先打一場遊戲 下面就看到兩個螺絲批的洞 有什麼巧妙呢? 因為看到它 有一個黑色的手掣 有一個XBOX的手掣 這些字都印得不錯 除了印上去之後 還覺得它有點反光 看來好像一顆耳珍的效果 覺得很搞笑 其實有什麼玩的呢? 一個這樣的遊戲機 一個這樣的手掣 你不要告訴我 它真的可以打遊戲機 機就沒得打的 它就跟上了一個螺絲批 很小的 另外就給我們三顆 後備的電池 有什麼用的呢? 要入電池 而是它可以發聲還是發光呢? 好 那就儘管試試 原來每一個手掣 它也是內藏了磁石的功能 然後我們把這個手掣 放到那部遊戲機的那裡 我們這樣 嘩 好了 一放進去之後 就看到它發光了 看到它已經穿著綠燈在裡面 就可以模仿它的機器 可以懂得發光 這樣也可以玩 真是神經病 這些商業頭腦 那些人覺得很有idea 很有創意的 你可能想不到 那些遊戲機 我們又出來 讓Figure拿作配件 但它原來是有發光功能的 好 如果我們再放多一次 會怎樣呢? 這樣就變成它一場斬的效果 即是閃閃閃閃閃 閃得很快 好 我們試試第三下 OK 好了 去到第三下 就變成一個慢斬的效果 好 去到第四下 完全關機了 就是關機的狀態 已經是關機的模式 好 好 這個就是第一個XBOX的遊戲主機 好 到第二部 第二部 就是這個XBOX ONE 這個XBOX ONE 它也是一樣 除了XBOX ONE的主機之外 我們看看標誌 印得很清楚 真的 另外就是有些插USB的位置 後面 後面又是 後面又是那些插什麼 靈線 USB HDMI 應有盡有 電源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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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就是換電的 換電池 跟剛才一樣 亦都給了三顆後備的電池 我們 亦都有一個幾個螺絲 批仔 好了 今次就是配這個白色的手掣 這個手掣的效果更加漂亮 它是白色底 跟著配置那些字 那些A、B、X、Y 十字掣 此類 好 今次看看這個發光的效果 是怎樣 首先 先把XBOX 這個散熱網 噴色差一點 好像有些噴得不太漂亮 一塊塊 應該要自己再加工 好 先試一下 嘩 這個效果很強勁 這個 這個透光很強勁 你看到它 整個都白色的位置 底部都透了一點綠色 莫說上面散熱網的洞 好 那也是 OK 第二下 就變成長斬 這個長斬的效果 跟著第三下 就是這個 慢斬的 慢慢斬給你看 然後到最後 第四下 就應該是 咦 就是關機了 現在持控燈 真的很方便 最重要它又迷你又小 還有很多功能 但它發覺 放到不同的玩具 總之你有創意 有idea 可以有段時間去玩 有段時間去想 好 到第三個 去到這個 010 即10號 就是一部 Tesca Tesca 小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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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一部銀色的 未來車 這部 這部 車輪 可以如實地轉動 可以轉 可以玩 相色都很漂亮 那些銀油 都好像有金屬的感覺 都不錯 不錯 好啦 但是有什麼玩 除了一部車仔之外 也有一個放大版本的手掣 因為我沒有打開XBOX的關係 我不知道手掣是否大了 看看 跟剛才的比例是大了一點 是否兩款不同的手掣 連上面的按鈕也有點不同 好 上面這次加了一個 可以拔出來的 可以拔出來 就是可以插電話架 是否搖控手掣 另外那個電話是什麼 亦都是蘋果 不知道是什麼model 知道告訴我 有三個三四個鏡頭 另外就是前面 沒有東西的 把電話 可以這樣放進去 可以打機 可以調一點角度 還可以左右轉 上下可以拉一點 他給了兩個貼紙 分別就是一個是賽車 一個是GTA 大家一直都玩到現在的第五集 什麼時候才會出大陸 真的很期待 說實話 兩張貼紙給自己DIY 可以貼下去 你不喜歡 想貼其他貼紙 都沒什麼問題 這次我覺得 他之前有推出的1比12的配件 我都買過 這次去到1比6的就是這些 電子玩具 潮流玩具 已經覺得挺過癮的 開始想過 只有一塊遊戲主機 我買來做什麼 有什麼玩 但原來他告訴你 有著燈的功能 整件事又不同了 就想買來試試 看看究竟有著燈之下的效果 有什麼強勁 看起來有多有趣 當然我也很喜歡這架 這架Tesla 這架未來的車車 叫它銀色 就好像有些 黃金屬司 但是只有過去人 自己買不到一個真的 就買一架 迷你版 1比6的版本 好了 今集的時間又差不多了 希望你都知道 一個世家玩具 1比6系列的 潮流電子玩具系列 我們今集時間差不多 下集又再見面 就這樣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